都市爱情剧这几年还是相当火爆的 像是2022年就涌现出了 余生,请多指教,向风而行,今生有你 等多部爆款作品 到了今年也是早早就准备好了诸多佳作 引流肖战和影后百百合主演的《娇阳伴我》 主打姐弟恋,各种路透花絮氛围感拉满 偷偷藏不住,原著粉丝基础高 剧中汇集赵露丝和陈哲元两位高颜值主演 青春气息满满,或许也会成为新的校园剧爆款 诚意搭档张于希主演的《南风之我意》 刻画药物研发员和外科医生之间的爱情故事 相互救赎治愈,剧情甜孽交织 可惜一直都没有定档的消息 也是让剧迷抓心挠肝 眼下额场率先扔出了一部严程序主演的新剧《夏花》 首播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随之首播口碑也新鲜出炉 观众给出的打分和评价都是一针见血 设定新颖 画面质感好《夏花》讲述的是花季少女何冉 徐若涵氏 爱上落魄的原一家肖涵 严程叙事 两人在相处过程中逐渐找到生命中缺失的重要部分 最终成就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对于这部剧不少观众都给出了四星好评 大部分都是对剧集质感给出了高度赞扬 还有人觉得该剧的人设设定有看点 这部剧的画风算是一直以来都比较少见的 一直有朦胧的光线打过来 周围的光运扩散开 色调复古又唯美 在剧情里插入适当的BGM 配合上一些收音机 玻璃瓶等等道具的摆放 让整个剧都有种港风的既视感 可以说 该剧用最直观的方式先行抓住了观众的视线 继而对男女主的人设进行了全新的设定 要知道这几年的都市言情剧数量特别多 但绝大多数都沉浸于霸总男主和小白花女主的设定里 或者说就是热门职业 像是医生、律师这种 但该剧里的男女主可大有不同 先说女主 在18岁的年纪里 居然患上了绝症 生命进入倒计时 而她也热爱画画 对艺术有自己的执着 男主则是曾经的天才原艺师 这个几乎是言情剧里前所未见的职业了 要说大家熟知的该职业影视画 就是西红柿首富 李的王总好系列了 这部剧里的男主因为失去灵感 开启了副业模式 成为理发界的托尼 也是就此和女主有所交集 而女主仅凭声音就对男主动心 被过度保护之后还要努力追求自己的爱情 这两位的人设设定真的颇具探点 俗套伤痛文学 电视剧拍成MV 但是对于这部剧 也有不少观众直接就给出一 二星差评 他们给出的理由也非常简单 就是觉得一部剧被拍成了 MV 男女主 年纪相差太大 从上述提到了剧里多加采用滤镜 配乐等等 但这个手法有利也有弊 就是一部剧里掺杂太多这种东西 其实就容易偏离重点 明显能感觉到 这部剧已经属于MV形式了 因为剧情的架构非常单一浅显 就是绝证少女爱上大叔的故事 第一集看下来 就只能发现 女主爱上男主了 就这么简单 没有必要的矛盾冲突 还有看点 全靠其他的东西来凑 免型的MV拍摄手法 而女主爱上男主 居然就是因为对方给自己洗头发 这完全是说不过去的 女主作为富家小姐 就算被保护得再好 也不至于说没见过男人吧 对大叔一见钟情真挺尴尬 重点是 这个女主已经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了 还要去追爱 这算是古早伤痛文学的套路了 明知道无法对对方完整的爱 硬是去撩 什么小白兔撩大叔 大的人头皮发麻 最后离开 留下一地鸡毛 这种自私的情感向停毁三观 还有就是所有的伤痛文学 都把爱情看成是人生必需品 可实际上 家人之间的温情 可能才是人在最后时刻最想要的 女主也不是个孤儿 非得要男主的爱 说白了还是太套路了 为了男女主谈 恋爱不择手段 剧方也就能感动自己了 而该剧的选角也是问题严重 女主徐若涵今年25岁 而严承旭都46岁了 这两人演妇女完全没有违和感 居然在剧里演爱人 这属实让人难以接受 严承旭出道以来 确实出演了 流星花园 就想赖着你 等偶像作品 算是观众的童年记忆 可是这不代表 他就真的不会老 从新剧里严承旭的状态来说 他是保养不错的 而且这部剧率静开得大 都看不到他的褶子 但眼睛里的沧桑和暗淡难以掩藏 什么年纪就要演什么年纪的角色 不要逆天而为才是对的 女主别的不说 确实年纪小 满脸的幼态和胶原蛋白 眼神还特别青涩 一看就是小姑娘 和严承旭站在一起 明显是差倍了 这种CP正常人还是磕不动的 搞笑的是这部剧里演女主妈妈的黄毅 她今年45岁 比严承旭还小了一岁 也就是说俩同辈的眼差倍 女儿谈的男朋友比自己妈妈还大 加上黄毅保养得好 和女主看上去就像姐妹一样 这选角属实是诡异了 而且女主徐若涵 作为新人 演技是真跟不上 不管什么情绪就睁着眼睛发愣 眼睛里丝毫看不到情绪波动 或许眼神戏对新人来说太难了 可是她就连表情都没有 这就是典型的面摊式演技呀 丝毫没有抵御内涵 还是在练练吧 总而言之 夏花这部剧《易镜》做的是不错的 但剧情走向单薄 经不起推敲 质感上可以说是滤镜开大了 都看不清人脸五官 整体像是拍摄花絮一样 只注重氛围不在乎观感 剧里三位主演的选角都特别古怪 妈妈 男朋友都非常突兀 而女主自身演技也不够 没有办法给观众足够的代入感 但言程序确实还是有一定号召力的 那么你觉得这部剧质量怎么样呢